我們要請文化大學的這個王翔玉教授來進一步報門分析一下 最近在媒體上頭有很多的爭論 包含了柯主席是不是有毀約 好像說這個3%或6%到底應該要讓幾%這樣子的一個爭論 我們請王教授來做我們分析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在學校如果要教民意調查或統計 往往是一個學期的課 我現在走5分鐘 那我就把複雜的話簡短去說 首先所謂的抽樣誤差正負3%是我的正負3% 不是我負你正 所以因此1.5%不存在 5.8%或6%也不存在 就是正負3% 好這是結論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畢竟來講如果講的是正負3%的這個狀況 對不對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學者在討論 這個統計的這個抽樣誤差的問題 本身我是支持 游盈隆教授所說的3% 我也是同時支持費洪泰老師所說的 所以因此我的得到的結論就是3比3 所以不論今天我們再重新的檢視 這9份民調或6份民調 我的結論還是一樣 剛剛觀眾其實講掉以後為什麼要剔除這個3個 其實我們今天要假設一個問題 我們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的分部是常態分部 那常態分部其實是一個完美的一種狀況 這個不是常態分部的標 這是我們今天用電話去抽樣得到一個結果 那我們會假設常態分部有在後面 那假設我們今天如果是有常態分部 這是完美的狀況 但是完美的狀況不存在 所以因此我們要經濟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說像我們今天假設我們今天母體 那我們今天藍色的線是我們的人口分部 但是我們這個橘色的線是今天我們有電話抽樣 這是我從一個民調的詳細的資料所得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在20到29歲差了將近三倍 所以換句話來講你用純式化去做 那你今天要乘上3做一個加權 當你一做加權你的抽樣污差就會變大 因為我剛剛講的說 我們的推論都是以完美的狀況去做的 OK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民調 是因為我們要用少數的樣本 推論到我們的母體 OK 在這個情況下來講 因為有推論就會有抽樣誤差 那換到我們今天所做的這個抽樣 我們必須在完美的狀況下 必須是符合我的人口分部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並不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會需要有加權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 假設我們是針對四化的是這種狀況 如果我們是純網路的 就是會變成 反而60歲以下的人就變少了 前面是有還蠻類似的 但是60歲就變少了 所以因此 單純的網路或端 端端的四化就會有這個盲點的存在 那我們在看到如果說今天 我用混合式的方式 是不是就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因此如果說我們單純用四化 那就會變成我需要很大的一個加權 因為它並不符合我們的一個常態 常態的一種狀況 人口的分布 好 所以因此 我們這是第一個要回答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在做統計 我們推論什麼 如果我們全部用四化 我是推論到台灣有四化的750萬戶 有些人從來都不會收到電話 我要請問一下各位的媒體朋友 你們多久沒接四化了 好 那你們最近幾天有沒有接手機 有 好 當然我們不能說 手機是完全是沒有一些前後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不討論 因為我們是要推論到母體 母體是所有的合格選民 而不是我今天的單純的只有四化的 那我們看到一個 我們在做推論 其實我們講到一個標準的常態分布 我們標準的一個常態分布 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一個中型的一種狀況 OK 所以因此就是說我們今天常態分布 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實際的狀況 我們常態分布可能有偏峰 有可能往左偏 有可能往右偏 有可能它比較瘦 有可能它比較尖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今天我們今天假設 我們那個收入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偏峰 但是問題我們講說 大樣本應該是標準常態分布啊 但是這個並不是真的真實存在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調整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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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